小雪颱風的位置 是位在我們台灣的東南方的海域 大概600到700公里的這個海面上 那它的結構呢 非常的這個對稱 而且非常的扎實 環流的結構也是蠻大的 目前的暴風半徑有200公里左右 那未來朝著比較偏西北西的長江 慢慢的前進到我們台灣附近 海景的時間 預估會是在今天的深夜 比較偏向是11點多的這個時間 路景預估 因為以現在的路徑 其實是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的 有可能會出現在 3號的下午到晚間的這段期間 那不過會因為這個颱風速度的快慢 會有所變化 所以路景這個地方是比較浮動一點 那以現在的路徑來說呢 可以發現明天3號的這段期間 它其實還是有點距離 可是它就已經觸碰到 我們海上警報的範圍 所以近海的部分 風力跟浪都開始有顯著的增加 那到了4號的上午這一段呢 其實它的暴風圈就有可能 觸碰到我們台灣的本島 那在5號的時候呢 是在上空 5號的下午 有可能就會離開我們台灣本島 進入到比較偏向是巴士海峽 跟台灣海峽南部的這塊去 西南部海邊 那6號的時候相對之下 還是比較偏近 所以456這三天是這個颱風 對我們台灣印象最大的旗艦